傷者送院時已沒有反應 嘴唇發指、口部噴血 臉上亦有血跡 星期一下午3時半 警方接報一個19歲的青年 在西貢雙綠石間四蝶潭與歷 飛行服務隊派出直升機道場 將傷者送去東區醫院 可惜經搶救後終告不治 四蝶潭是熱門的跳潭地點 但同時亦被漁護處列為郊遊黑點之一 潭水極深也沒有救生員在場 過去曾經發生多宗致命事故 大家真的要量力而為避免落極生悲